都知道陶阳是京剧神童 没想到神童的姐姐也是一个练家子 就连郭老师都夸陶俊唱得非常好 你看别的京剧大鼓的一段子 可能30分钟40分钟 你看他唱的就几分钟 但是几分钟比那40分钟还难 而且高舞低高的时候蹭一下上去 低的时候你听见了吗 在低音区来回的盘旋 那个最难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考验演员的能力 自从2021年侯震老师亲自走后门 带着陶俊参加古曲社的招生之后 陶俊就凭借走后门 以免试的方式加入了德云古曲社 并败入王会的门下赐名陶婉兰 本以为是人情世故 没想到陶俊是真有实力 陶俊八岁学系 九岁登台 18岁就以全国老弹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 妥妥的科班出身 相比从小出名的陶阳 陶俊则是后继勃发 别人都是靠着祖师爷赏饭吃 而陶家姐弟可以说是祖师爷追着喂饭吃 天生的好嗓子 因为在京剧中陶俊是唱淡绝的原因 并不怎么被大家所熟知 但陶俊的舞台经验一点也不比弟弟陶阳差 京剧的基本功唱面作打 首演身法部也是样样精通 自从毕业以后 陶俊就时常地跟着麒麟剧社一起演出 陶俊非常的低调 就连个微博账号都没有 直至古曲社招生 陶俊这块尘封的金子才被挖掘出来 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系统的学习 如今陶俊在古曲社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光听声音许多人都以为陶阳戴了假发呢 姐弟二人不但长得像 就连嗓音也非常的相似 一个戏曲天才可以说是拜年难遇 但陶家却出现了两位 也许是祖师爷看不下去如此的曲艺天才被埋没才让姐弟二人遇到郭德纲夫妇 当年陶阳如果没有遇到郭德纲 陶阳可能还在江西老家一辈子无法再唱京剧 是郭老师亲自到江西将陶阳一家接到北京 教导陶阳唱戏 郭德纲也被冠上了巫人子弟其心可诛的骂名 直到陶阳岛仓才体会到郭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 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我师父 他对我帮助非常大 在岛仓之前就告诉我你现在你可以一边说相声一边唱戏 一直唱戏 你岛仓怎么办 父母爱子为其祭祭身远 郭老师的运筹帷幄也让陶阳在岛仓期间平安度过 如果说没有郭德纲就没有如今的陶阳 那就更不用提如今的陶骏了 如果没有王辉老师开办的古曲社 陶骏可能还是继续跟着麒麟巨社默默无闻的演出 很难有如今的花团紧簇 陶家姐弟低调 不争不抢 有幸遇到郭老师 泥泞之中踏出一条康庄大道 真的要好好感谢郭老师 让我们还能看到如今戏曲的灯彩佳画 你们觉得呢